这真的是太好了 莱拉今天的行动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她前往城市采购了一顶小帐篷 这不仅是为了抵御寒冷的气候 也是为了防范野生动物可能带来的威胁 这个新购置的帐篷 对于莱拉而言 不仅仅是一个遮风避雨的避难所 更是她独立生活的象征 这说明莱拉已经下定决心不回去找她父亲了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 粉丝们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东 也请大家去阿东的橱窗多多支持一下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莱拉正仔细地整理着自己的行李 准备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就在这时 一个陌生男子的出现 打破了山洞的宁静 她的目光中充满了好奇 显然对莱拉独自居住在山洞中感到惊讶 男子走上前 礼貌地向莱拉打招呼 并询问她何时开始在此居住 莱拉抬头看着她 回答说自己是在两天前来到这里的 男子听后 神色变得有些焦急 她告诉莱拉 自己正在寻找失踪的妻子 并递给她一张照片 希望莱拉能提供一些线索 莱拉仔细端详着照片 然后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并没有见过照片中的女子 男子解释说 她和妻子曾一同居住在这个山洞里 所以特地回来寻找她的踪迹 然而当她发现妻子并不在时 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失望 她请求莱拉 如果在附近看到妻子的话 请暂时收留她 并及时通知她 莱拉答应了她的请求 男子连声道泄后 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 阿东每天都很认真为大家做好视频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 不妨给阿东点个赞 支持一下 阿东也给姐姐阿姨们推荐一款北京同仁堂的老国货 黄其霜 这也是阿东本人每天都在使用的面霜 真的非常好用 黄其霜用得早 女人不易老 您今年不管三十 四十 五十还是六十 脸上皮肤差 脸色暗沉 皮肤干燥 没有弹性 黄其霜都能为你带来显著的改善 每天早晚使用 你照镜子都会喜欢上你自己 感兴趣的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前往商品橱窗找到黄其霜 在阿东这里 可以保证正品 还价格实惠 谢谢大家的支持 莱拉在与摄影师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之后 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她将离开山洞 前往城市购买一顶帐篷 这个决定背后的意义重大 不仅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 更是她个人独立和自我决断的象征 摄影师在此之前 已经多次向莱拉强调了拥有一个合适帐篷的重要性 不仅能够为她提供必要的遮蔽和保护 还能让她在野外生活中更加安全和舒适 莱拉最终接受了这个建议 购买帐篷的决定 对莱拉来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她不会再回到父亲那里 她选择依靠自己的力量 独立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这个决定不仅体现了她对摄影师建议的信任 也显示了她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和对独立的渴望 莱拉的这一行动 是她人生旅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帐篷将成为她在户外的家 一个可以遮风挡雨 抵御寒冷的地方 同时也是她自由和独立的象征 她将不再依赖父亲的庇护 而是选择自己搭建起生活的框架 哪怕这个开始是微小的 但对她来说却是巨大的一步 我们都知道 莱拉她并不像阿祖法那样是一个游牧民 没有强大的野外生存能力 她的成长历程相对频繁 从小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 享受着稳定而舒适的生活 因此 面对现在所处的环境和生活状态 对她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然而 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 莱拉展现出了 令人钦佩的坚韧和勇气 她没有选择回到父亲身边 寻求那份熟悉的安全感 而是决定勇敢地面对眼前的困境 ize Państwa 我还没被他选择回到父亲身边 我还没被他打破